《環琴與澳深度合作區》 將自3月1日零時起正式實施分線管理 社會對新措施充滿期盼 其中科研介指出措施 可以支持設備免稅進入環琴 成本有效降低 可以令資源更好感投放在研發領域 這個芯片有大健康的中醫藥 以及精準醫療轉化醫學 還有一個就是先進材料 其實它都需要比較高端的儀器 這個高端儀器儘管在過去的幾十年 我們國家的製造業發展很快 但是與此同時我們也是需要通過進口 然後進行這種轉化研究 這次這個封關其實它帶來的一個利好 就是封關以後 在橫琴就可以享受一個這個 進口儀器比較低的稅率優勢 那麼從我們的整個研究院的發展來說 我們的研發的成本就會降低 我們現在正在創建這個 橫琴澳門大學高等研究院 在這個高等研究院裡面 我們會購置更多的高端儀器 然後吸引更多的這個澳門大學 以及這個海內外的科學家到橫琴來做研究 那麼要做研究就必須要有好的儀器可以使用 所以這個我們的一個整體布局 就是準備利用這個利好 在購買儀器的時候可以降低成本 然後有更多的經費可以用來做真正研發 除了剛才儀器之外 其實像我們的很多進口的試劑 而這些試劑呢 往往我們以前在澳門我們在做研究的時候 我們是從香港從新加坡那邊進口 然後在國內它有一個不同的進口渠道 那麼由於現在有這個封關措施以後 比較先進的這種試劑 我們就可以通過澳門來走 然後同時也可以有一個比較低的這個 稅率可以把成本降低 你如果是能夠以比較低的價格 拿到更好的這個儀器試劑 你就能夠建一個更好的平台 它就是比較容易讓我們去給海外的 或者是國內的人才去講 其實在我們恆行的這個科研環境相當好 然後我們能夠有更多的資金 可以支持他們研發 封關之後其實是我們這個恆行 和澳門合作的這樣一個政策的基石 當有這個政策之後 我們用到的這個科研設備 其實就可以一定程度上 就可以去減免我們一定的成本 那包括我們之前 去年其實採購了一批 用於這個電力系統施仿針的 這個系統這個RT Lab 當時是花了大概是100多萬 那麼如果有了這個政策之後呢 有了這個關稅減免政策之後 我們可以通過一定的這個 去減免我們這些成本 就可以讓我們可以更加方便的 去利用這些國外的一些新的設備 理解這個政策主要是貨物的流動 那麼當這個貨物可以更加自由的 更大範圍的流動之後呢 那對於我們在這邊生活的這個人員來說 那其實可以更加便利的去享受到 比如說原來在澳門可以用到的 這個商品和貨物 那麼可以在這邊也可以更加自由的使用 研究團隊都相信 隨著成本降低資源增加 可以更有效吸引人才加入科研領域 有效推動本地科研事業發展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